所以現在我想請各位 再探索一次你的呼吸 當你發現到有一個過去的事件 那個事件我一想到就說 當你想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你呼吸是怎麼樣子 你會跟你平常一樣呼吸嗎 還是你的呼吸會變得挺困難 還是你的呼吸會變得挺困難 還是你的身體的地方會緊繃起來 造成你的呼吸變得很困難 或甚至會呼呼呼呼呼 大得神奇 所以我請各位在這一點時間 我們一樣去探索一下你的呼吸 當你想到來猜出你的時間之外 你的呼吸會怎麼樣子 不用刻意調整他 請記得不要刻意調整他 因為我們聰明是先看到那一個狀態 我們就有機會去調整那個狀態 如果我們可以調整他 我們也不措施那一個 看清楚狀態的事情 所以盡我們好奇 當你想到那個事件的時候 比如剛剛講事件的事情 當你想到事件的時候 你覺得有一些問題 所以原來的呼吸會有那麼困難 但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還可以躺在旁邊 是可以躺在旁邊 所以原來的呼吸會有那麼困難 所以原來的呼吸會有那麼困難 在前一旦 在呼吸會有那麼困難 在前一旦 在呼吸會有那麼困難 在行動恐懼害怕 要去面對事件的時候 我們身上先做一個命 接下來我們需要更大量的 那個氧氣進到我們身體裡面去 所以有些要大東西 我們加快那個呼吸頻率 讓我們大腦認為說 有很多氧氣送到我們背裡面 而被他有很多氧氣送到我們身心裡去 那是一個我們必然而然出現的生命症狀 如果有的伙伴 我想邀請我們現在做一個正式的呼吸的練習 我向引導各位 請你先找到一個舒服的姿勢 也許閉嘴眼睛 張嘴眼睛的關係 感受一下你怎麼坐在臉上面 或躺在某個地方或站在某個地方 然後現在要想邀請各位先把氣球 用你的方式讀完就好 用你的頭照完全看緊 那現在慢慢吸氣 然後順著我的臉 好 7 2 3 4 停 2 3 4 5 2 3 4 7 2 3 4 停 2 3 4 5 2 3 4 4 停 2 3 4 7 2 3 4 4 5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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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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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4 7 8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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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10 10 7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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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0 如果一旦遇到一些讓我們覺得焦慮 覺得不去的一些動態的話 事實上很多呼吸法可以用 像我們在玩主題的時候 就是Tone and Touch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四次呼吸法 有所謂的一次呼吸法 二次呼吸法 或者是火力呼吸法等等 那在我的記者裡面也有所謂的 我們一般的呼吸 或是第二種呼吸 或是Brit and Breathe 很多呼吸法都可以使用 而這邊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在海豹族擊隊 危機出現的時候 如何快速的讓自己身體跟心靈 進入到安定狀態的呼吸法 它的運作方式很簡單 就是吸 提 呼 提 然後每一個都是要保持四拍 那這四拍我剛剛是用四秒 所以對於某些夥伴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建議一個為你們進程 找到15個裡面的Tone Touch 好嗎 都可以幫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